看看新闻网 能留下的更是凤毛麟角 或许更多的呢 接下来的日子 连个正经演出都混不上一场 选秀十年 曾经的那些红人还好吗 眼前这个27岁的男孩 你还记得吗 几年前他还活跃在选秀舞台 如今这家在家里经营淘宝生意 他叫施杨 来北京打拼已经十年 2006年的夏天 19岁的施杨参加了 我行我秀比赛 他也成为那年搜索日度最高 人气最旺的红人 初伟独特的表演风格 更是被娱乐界人士惊叹为 施杨现象 你怎么做动作会是这个样子 其实你不懂 在我们军人之中 这也是一种风情 比赛后他签约了经纪公司 在很长的时间里 公司没有为施杨推出任何作品 甚至连收入都成了问题 一个月就拿800块钱 当时在做主持人的时候 刚出道的时候 因为录一期节目也非常的不容易 才80块钱 有的时候甚至是60 还有的时候甚至就是 别人觉得你是新人 可能录一期节目就给你200个QB的券 23岁的施杨 明星们彻底被击碎了 他不再做艺人 而是转型为一个默默耕耘的淘宝卖家 这两台电脑就是我的财位 这个就是通过互联网 然后来赚取 然后人生的第一桶金吧 刚开始创业 施杨每天只睡5个小时 全天开店店 妈妈是发货员 如今施杨开店已经三个年头 化妆品店也达到5贯 离开演艺圈有三年的施杨 有时偶尔也会站在窗前看看外面热闹的宫体 那里经常会有许多明星演出 他说 等淘宝生意做到金冠的时候 他还想出一张专辑 自己出钱 请最好的制作人 采访结束后 施杨回忆起那首让他红遍大江南北的舞娘 你还依稀记得当时那个少年吗 2007年的一场选秀节目 涌现出了像张杰 魏晨等如今机身一线的选秀歌手 而集结就是这场选秀的全国五强 但很多人已经把它遗忘 当张杰在舞台上大放异彩时 集结却只能作为经济人间翻译在台下观望 如今的集结已过而历之年 这个37岁的男人 你是否还能想起他在参加选秀之前 曾是世界500强的外企高管 从2007年选秀后的四年黄金时间里 集结没有发过一张唱片 没有出过一首歌 他在各种小通告里穿梭 甚至还曾拿着泡沫板给陈主声伴舞 我觉得我太丑 我曾经记得有几个通告 我回来看了之后 我说我怎么做得出这种事 也有人说这个圈子红不红要看命 但也有人告诉我们 只要努力就有明天 2014年马年春晚 一首《时间都去哪儿了》感动了无数人 也让出道七年没有走红的王征亮火了 当我们见到王征亮时 他刚从央视的录制节目现场回来 箱子也来不及放 星辰排得满满当当 从07年选秀到2014年 整整七年王征亮感叹 选秀过后自己也沉寂多年 和季节一样 直到两年后 王征亮签约了张亮颖的公司 有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 虽然历经七年 事业上才迎来了新的春天 王征亮表示 只要专心做音乐 就会有结果 做了之后 他这个结果都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很多人说王征亮是幸运的 相比那些放弃 还是死磕 或者迷茫的小伙伴 他的努力获得了回报 但更重要的是 没有日夜的创作和坚持 相信也不会看到春晚的他了 这不是心灵鸡汤 娱乐新天地 选秀十年 看人生祭福 独家采访报道